台中實力驚人豪宅伶俐 百貨公司或者是大賣場 營業額更占全台灣第一 而世界級的大廠 也都集中在台中 其中之一便是工具機的龍頭老大 大上瓶 總裁 你的那個辦公室好多書喔 我都是書 我的工作是工作跟讀書 工作跟讀書 兩種 還沒有其他就這兩件事情 一天24小時就是工作讀書 你這些全部都堆了 我看裡面滿滿全部都是耶 對啊 那裡面的是什麼書 你看一下 我當初搬家的書 這根本就是圖書館啊 真的 這是一部分路過來的 大部分都是什麼樣的書呢 我看這邊好像 都經營管理的 經營管理的 你看它這些像 阿佛商業評論 天下 這些有要留的 阿佛商業評論 這邊大部分都是商業的 都是 都是商業管理的 那個要麼就旅遊的 還有小吃的 還有旅遊的 我看你說去哪裡玩 裡面都有啊 董事長居然看了台北小吃打擊 有啊 有 你下次到台北的時候 對 你看這個 我請那個 台灣小吃 對 我請董事長去吃小吃 好 左永財興奮的介紹著他的藏書 不管是商業或者是機械的 專業書籍呢 都在這一座寶庫當中 作為世界第二大的 滾豬裸桿製造商 尚營科技的創辦人 左永財呢 靠著不斷的學習以及挑戰呢 三十八年前 成功從財務銀行業 轉戰精密機械業 當時你在交通銀行 我在交通銀行 當受信投資審議會執行 所以你對三星公司的 財務的狀況 可能是非常 完全不了解 不了解 他自己也不了解 因為內置會賬不分 台灣很多早期的企業 都內障 都外障 外障不分 所以我張出區的時候 我要搞清楚 到底是家族欠人家的錢 還是他自己欠人家的錢 那為什麼可以 你進入了以後 從者一年以後的話 這家公司馬上就 沒有 我四個月就怒到 巴爛死了 四個月就平了 四個月就平了 因為他的員工都很優秀 在三星五金廠駐廠一年期間 左永財觀察到了 挪帽成型機的高毛利率 於是決定離開銀行的高薪工作 收購了做滾租裸桿的 和風精密 在1989年成立了上研科技 不過總裁我知道你當初的話 其實是走遍了全世界各地 對不對 你看 對 這邊隨時都準備好行李箱 你看這邊有好幾個行李箱 現在不能出國了 以前我大概一半時間都在國外 你最常用哪一個行李箱 要看去哪個國家時間要多久 要大的還是小的 甚至看機動性 這個是辦公室耶 對 所以你把所有的行李 都已經放在辦公室 也就是說你隨時準備要出差的話 你拎著行李就出去了 對 你知道嗎 我在其他的那個 這個台中的精密公司裡面 聽到很多老闆都跟我講一件事情 他說左總裁真的是了不起 因為他們經常看著你 就一個人拎著行李 對 就到世界各國去跑業務了 我到現在就今年就不行了嘛 這個一直到去年 我是國代的最高是Diamon Card 美國UA也是最高 終身金卡會員 德國也是State 德國最高的就是 所以你看往歐洲就是德國 所以各航空公司的VIP都是你 都都有 以工廠為家 對左永才來說呢 是一件西中平常的事 當年滾豬裸桿等關鍵零組件的市場呢 大多掌握在德國和日本人手上 台灣只能拿到別人剩下的代工訂單 為了打敗競爭對手 左永才展現了不服輸的個性 這個什麼叫EK 就憲軌的日本最大三個 就是NHK THK IKO 然後日本人就除此繼續賣給我 我就很氣啊 就提醒大家像我心腸膽一樣 我們永遠注意要一聽日本人 尚營將自主研發的製造設備呢 命名為EK 就是下定決心要打敗日本的三大對手 如今尚營擁有了四千多項的產品專利 改寫了MIT精密工業在全球版圖的定位 2019年中美貿易大戰打得火熱 接著又爆發了疫情 朱永才選擇在最壞的時刻 讓第二代來接班 這一年上營營收大幅衰退了31% 朱永才說選擇谷底交棒 正是磨練兒子的最佳時機 請投入十元三枚 董事長 你還要投30塊錢才有一杯喔 這個要模擬 好 模擬實際外面在泡咖啡的狀況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個機器手臂 它前端的這個夾爪的部分 這也是上營科技的一個產品 這個電動夾爪的部分 它這個電動夾爪 跟一般的外面的這些 氣壓油壓的方式是不同 它這種是伺服式的部分 它除了抓取功能之外 它可以去做一些量測的動作 它可以讓你知道說 你做的這個弓箭 它除了上下料之外 它可以去量測看看說 你這個弓箭的尺寸 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那上營科技在開發這個 多關節式這個機器手臂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都是垂直整合的方式 來去做生產 除了剛剛看到的這個電動夾爪之外 它裡面其實有一個關鍵的 這個產品叫做減速機的這一塊 所以機器人裡頭的 我們看到電動夾爪減速機 以及它裡頭的四骨馬達驅動器 它的驅動控制這一塊 也都是我們的上營科技 或是我們的關係企業 代言為系統它所生產的產品 那我現在可以喝咖啡了嗎 可以 因為我已經聞到咖啡廂 來 請用 還是真的可以喝的咖啡喔 好香喔 小心溫度 董事長 你剛剛是投多少錢 三十塊 三十塊 這一杯最起碼三四百塊跑不掉 不到三分鐘的時間 就能煮出一杯香濃的咖啡了 這樣的靈活度 完全是因為機器人的肚子裡面 隱藏了上營最重要的 關鍵精密零組件 滾珠裸桿和線性滑軌 那這個滾珠裸桿 這個滿重的啊 這個都是這些 這些金屬材料 從一個圓磅的部分 然後整個去切削出來的這個形狀 我們可以看到滾珠裸桿 它可以裡面的話 會有一些鋼珠的循環 它是用點接觸的方式 所以它在這些傳動定位上面 這些它的效率上面 精度上面可以保持 它每任意三百長 三百mm 它的誤差不能超過 千分之三點五mm 機器到底它要走到 精度要走到多少 全靠這個滾珠裸桿 來去做這些定位 而要讓機械運轉 除了滾珠裸桿 還有另外一個關鍵的零組件 線性滑軌 那其實它的運行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就有鋼珠 這裡面還是有鋼珠 有很小的鋼珠在這裡面 它裡面會有一個回流系 我們叫它回流系統 那鋼珠會經過這個回流系統 會運行 所以它這個部分 可以一直的接上去 用這種線性滑軌 它的精度上面 可以控制得更好 上映以滾珠裸桿 和線性滑軌起家 2018年成功開發出了 機器人最核心的元件 斜坡減速機 並成功的量產了 現在更擁有了全世界 最完整的機器人種類 它們正被廣泛運用在 我們的生活當中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台的話 叫做什麼 這個是屬於雙臂式的 這個晶圓機器人 這個雙臂式的晶圓機器人 剛剛所看到的這個 滾珠裸桿的部分 其實在這個晶圓機器人裡頭 也有應用 一般來講 它晶片都是放在 它這個盒子上面 它選擇要拿哪一個晶片的時候 滾珠裸桿就要 運用這個運動的部分 定位它這個高度 它才不會拿這個晶圓機器人 會有誤差 它只要有些許的 這些誤差的時候 可能這個晶圓的部分 就會掉下來 對 它只要有一片 掉片的情形發生 就是可能幾十萬 上百萬的這個損失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是已經是那個晶圓設備 裡面會用到的東西了 但是這還不是最精密的 上癮最厲害的地方是 現在機密到什麼 機密到運用在人體上面了對不對 對 我們也做這些醫療上面的 這個機器人的部分 所以一般如果那個復健的人 運用到的就是這一台 對 去年這個漢光演習 有一個閃兵 因為閃沒開 這個跌落到地面 它造成它的這個脊椎損傷 非常嚴重 它也是靠著我們的這個 下肢復健肌的部分 把它去做復健 慢慢的它開始可以做 行走的這個動作 它開始動了 對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機器的部分 它裡面也有滾珠螺桿 線性滑軌的部分 我都不曉得它可以運用到 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而且你知道嗎 我現在是假設 我是一個下半身瘫的人 或者是需要復健的人 然後我下半身的話 是都沒有需要運用到力量 完全是靠著機器來去帶動它的 模擬人在運行的這個方式 所以我現在的話 其實是那個運行的動作 它是模擬人的運動 然後這個運動 它是非常非常的流暢的 而且它不會有那種機器 被卡的那個感覺 順暢上面算是滾珠螺桿 線性滑軌 非常重要的一個功能 很舒服 都不用這個出力 然後它就會幫你運動到了 對 所以像我這種很胖的人 那可以拿來做減肥用的 這個減肥的部分 可能還是要靠自己多運動 上癮的機器人 除了運用在復健訓練之外 還可以協助醫生來抬刀 讓手術的傷口更小更精準 董事長卓文恒 驕傲地對我們說 內視鏡扶持機器手臂 擁有許多上癮的核心技術 董事長卓文恒逆風掌舵 持續創新 堅持每年投入營收的8% 在研發上面 做出自己的品牌 要跟全世界四大機器人家族 來競爭 上癮在第二代接班之後 力拚世界第一 自日可待 臺灣力要升 沿著台中的藍色公路 很多人印象當中 都只有當兵時候的成功嶺 卻不知道在這一座 大陸山台地下方 有一條影響著全世界的 精密機械業 這裡有將近五萬的人口 從事相關的工作 他們之間靠著不停運轉的工具機 彼此牽動著 上癮的線性滑軌技術 讓機械手臂更加的穩定 而運轉一旦造成的熱能 也不用擔心 哈勃的溫控設備 會為你解決問題 想要快速的更換刀具 還有吉斧的刀庫設計 而主軸還有台中清機的研發製造 他們分別擔任工具機 當中的一小部分 卻組成了上造產值的 精密機械業 上癮總裁佐永財 可以和你談論著產業的發展 和未來教育的問題 台中經濟的董事長黃銘河 還會興奮的跟你分享著 台灣製造的自動化工廠 和他如何獄火重生的故事 吉斧企業董事長劉新榮 則是會把刀鋪當成精品來設計 卻看見他最虔誠 以及傳統的一面 哈佛董事長許文獻 可以為了正負0.01度 斤斤計較 學會立即解決問題 就已經奠定他成功的基礎了 在他們身上 你可以看見奮鬥過程當中的傷疤 卻也可以看見他們臉上的喜悅 面對後疫情時代 台灣企業家所展現出來的呢 是堅強的毅力 以及團結的力量 他們也將繼續向前不斷地轉動著 台灣60赫子 台灣60赫子 我 找到台灣的頻率 台灣60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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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30imal 20ifiques 台灣606